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 导致薄熙来下台 周永康被查 各种丑闻不断曝光 在中共政坛掀起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有媒体分析认为 薄熙来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政权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德国金融时报4月25日 刊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文章称 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薄熙来这位中共的领导层候选人 其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 文章说 在过去 道德合法性来源于对儒家价值观的自决奉献 但在今天 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道德败坏 中共领导人被看作 对整个民族的道德状态负有责任 人们普遍觉得道德状态很糟糕 如果不采取措施 改善人们对道德沦丧的看法 中共就无法抗拒人民 要求领导层广泛变革 而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 中共无论怎么改 都无法逃脱被解体的命运 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已经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缓冲机 或者说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 能够容纳中共小改后继续喘息了 中共要么就是死撑着不改 活一天算一天 如果要改 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部分 做一些实质的变化 其连锁反应都会直接导致 中共的这种迅速崩盘 英国《苏格兰人报》 近期刊登文章 中国最大的敌人在于自己本身 文章指出 对于中共而言 薄熙兰事件只不过是 肖强之内一个微不足道威胁而已 但是他对于更不具威胁性的 和平的异议者竟无法容忍 仍维持着一贯残忍偏执态度 而且他对于互联网信息革命 也是异常的恐惧 文中分析认为 博案被揭露出来丑闻细节 显示中共的三个弱点 其一 中共所能掌控的权力 远比表面看到的脆弱许多 其二 中共高层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与不团结 其三 中共处理博案的笨拙模式 显示其没有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 处理这种快速变化的政治危机 文章指出 薄熙来个人的种种丑闻导致他垮台 同理 中共政权无理性的偏执行为 显然会有同样的后果 最终导致其垮台 新唐人记者岳涛 特约记者韩非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